珍妮在傅生生日之际,送了她一辆白色宝石节911跑车,车牌号为B83,可是恰恰1983年,傅生开着这辆车,遭遇了劫难,车祸之后,珍妮永远地失去了她的爱人,据说死亡相处十分诡异,她死得很蹊跷,不明不白,这件事在当时震惊了整个娱乐圈,究竟是怎样一个男人? 可以让号称割霸的真衣为她守寡,复生离世的前夕,她与胞弟张震生,一同驱车前往片场,车内洋溢着兄弟俩的欢声笑语,然而,突如其来的变故打破了这份宁静,张震生的双脚,仿佛被无形之力操控,车辆失控,刹车系统完全失效,静止冲向山崖边缘, 一场惨烈的车祸瞬间发生,事故导致车辆严重损毁,几乎成为废铁一堆,复生与张震生,双双被困车内,任凭如何努力挣扎,都无法挣脱这死亡的牢笼,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直到有路人经过,目睹了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迅速报警求救,遗憾的是,当医护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时,复生已因伤势过于严重,不幸离世,而张震生则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权力抢救, 然而,他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长时间处于深度昏迷状态,对外界的一切刺激都毫无反应,让所有人都认为,他可能永远无法醒来,甚至做好了,他将成为植物人的心理准备,但命运似乎并不打算就此放弃张震生。 在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等待后,奇迹终于降临,张震生逐渐恢复了意识,虽然起初只能勉强睁开双眼,无法言语,身体也几乎无法动弹,但这份生命的迹象,无疑给了所有人巨大的鼓舞。 随着时间的推移,张震生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几个月后,他竟然奇迹般地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为了揭开事故的真相,他积极配合警方,进行了详尽的笔录,详细还原了事故发生时的,每一个细节,张震生清晰地记得, 那夜天空像被厚重的墨枝染黑,伸手不见五指,他们距离目的地,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而且路上闷热难耐,两人决定在路边停车歇歇脚,刚下车没几分钟,一阵冷嗖嗖的风,不知从哪儿刮来,让他心里直发毛,顺着风的方向, 他隐约看到前方不远处,站着十几个人,穿着同样的古怪衣服,脸上挂着诡异的笑容,不停地向他们挥手,像是邀请他们加入什么神秘的聚会,张震生和复生对视一眼, 两人都吓得脸色苍白,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他们使劲揉了揉眼睛,在睁开时,那些人却像烟雾一样消散了, 无影无踪,两人心里咯噔一下,觉得这个地方邪门得很,必须马上离开,他们匆匆回到车上,继续向片场开去,可没开多远,就遇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张震生正准备减速慢行, 却发现车子根本不受控制,速度反而越来越快,直直地朝山崖冲去,他拼命想要踩刹车, 但双脚却像被钉在地上一样,动弹不得,这时,他脑海中再次浮现出,那十几张诡异的笑脸, 他们依旧在向他招手,笑容更加灿烂,却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复生健壮,猛地推开张震生,自己扑到驾驶位上,想要控制车辆, 但无论他怎么用力踩刹车,刹车系统,都像是完全失灵了一样,没有任何反应,随着一声巨响, 车子狠狠地撞在了山崖上,张震生顿时失去了意识,当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而身边的亲人告诉他,复生在车祸中不幸离世了,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张震生痛不欲生,他常常自责,如果当时自己能够成功刹车, 或者没有选择在那个地方停车休息,或许一切都不会发生, 每当提起这件事,他总是既愧疚又难过,他宁愿活着的是复生, 而不是自己,如今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复生也渐渐被人淡忘了, 但是一听到这样的诡异事件,还是有人会想起他, 复生原名张景贤,他的父亲张仁龙是香港富商, 张氏集团名下的产业设计证券,地产,珠宝等多个领域, 1964年,张仁龙被港都授予太平绅士的称号, 80年代,张仁龙还顺利进军政界,成为了当时香港的立法会议员, 如此强大的家庭背景,即便是如今的向左,和囚军,恐怕也难以与之比肩, 更何况期,80年代那个草根林立的电影时代,青少年时期的复生, 完全是顽固子弟的标配人设,因为贪玩不爱学习, 在中学时,复生就迎来了辍学的命运, 为了让儿子体验底层劳动人的辛苦, 张仁龙安排复生,去老朋友张彻的剧组做杂工, 然而在剧组的生活,却让复生产生了,做演员的想法。 1971年,17岁的复生参加了第一期, 少氏演员训练班,毕业后开始跟随张彻拍戏, 在陈冠泰的马永珍、迪龙、江大卫的四骑士里, 复生都有角色出演。 1973年,一代功夫巨星李小龙突然离世的消息, 震惊中外的娱乐圈媒体,一方面天度英才, 令所有人都感到沉痛和惋惜, 另一方面后继无人,还没有能够与李小龙相媲美的人, 一个时代的没落,必然会带来另一个时代的崛起, 在娱乐圈同样如此, 就这样有着俊朗外表和优秀武术功底的复生, 成了这个天选之子, 再加上有邵氏电影公司和导演张彻的大力追捧, 按照这个趋势发展, 傅生也一度被誉为是李小龙的最佳接班人, 而傅生也很争气, 他主演的《少林四》、《少林五祖》、 方施玉与《胡慧前》都展示了, 他高超的舞技, 颇有李小龙当年的影子, 其中的《少林五祖》更是成为当年香港票房, 最佳卖点之一, 如果说他饰演的方施玉系列, 让他成为香港的明日之星, 那随后出演的《郭靖》系列, 则将他的事业推上了另一个高峰, 1977年, 他出演了金庸武侠小说改编的电影《射雕英雄传》, 他饰演剧中主角郭靖, 不同以往的郭靖形象也让他备受追捧, 一时间属于他的海报, 贴满了香港的大街小巷, 毫不夸张地说, 他饰演的郭靖形象, 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 虽然在他之前和之后, 陆续也有人出演, 但至今也没有人能够超越, 趁着这波热度, 他先后出演了《射雕英雄传》, 而这也成为复生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在这个过程中, 他不仅拥有了如日中天的事业, 还收获了令人羡慕的爱情, 复生的妻子是被称为乐坛俱飞的歌手珍妮, 红遍大江南北的铁血丹心, 就是由他所演唱的, 珍妮祖籍广东江门, 1953年2月20日出生于中国澳门, 珍妮的母亲是上海人, 父亲是奥地利人, 祖母是西班牙人, 他小学时父母离异, 后来母亲带着珍妮姐妹, 嫁给了一位广东人, 继父也有自己的孩子, 在这个复杂的组合家庭中, 珍妮的童年, 少女时代并不完美, 写满了艰辛和眼泪, 高中毕业后, 珍妮考入台湾世界新闻专科学校, 后转学到中国文化学院就读, 其间,珍妮被星探发掘, 进入娱乐圈发展, 1971年, 台湾银河唱片公司, 为珍妮推出首张个人专辑心湖, 颇受歌迷好评, 大学毕业后, 珍妮正式进入影视圈发展, 1974年, 珍妮为影片云飘飘演唱主题歌, 天真活泼又美丽, 开始在宝岛歌坛展露头角, 1974年, 傅生和珍妮在朋友举行的聚会上, 一见钟情, 在身边好友的鼓励下, 傅生对珍妮展开了追求, 傅生本就有着明星光环, 珍妮当然不会不为所动, 一段时间的追求之后, 傅生终于有了成就, 珍妮1953年出生, 她身上流的血液一半是奥地利的, 一半是中国的, 小时候的珍妮特别漂亮, 如同洋娃娃一样, 珍妮的美让星探很兴奋, 当他们发现珍妮的时候, 他们对她发出盛情邀请, 珍妮带着好奇的心, 就闯入了娱乐圈, 不过一段时间后, 她放弃了演戏, 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音乐之上, 珍妮最为出名的一首歌曲, 是《鲁冰花》, 相信很多人都听过, 也是很多人童年的记忆, 1976年, 珍妮和傅生在所有人的见证下, 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婚礼现场分为拉满, 新郎傅生深情凝望着新娘珍妮, 全场人都沉浸在他们美好的爱情里, 珍妮当时说想一个家的时候, 其实是想给傅生生一个孩子, 给自己喜欢的人生一个孩子, 听起来多么梦幻, 于是在结婚后, 二人就开始准备要孩子,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珍妮越渴望什么, 就越得不到什么, 当第一个, 第二个孩子都以流产的方式离开时, 她的心里满是苦涩, 于是第三次怀孕的时候, 珍妮为了保护肚子里的孩子, 在床上足足躺了两个月, 避开一切危险, 为迎接新孩子做足了准备, 直到某天, 珍妮因为无法站立被抬进医院后, 医生看着满脸写着慌张的她, 道出残忍的真相, 她肚子里竟然有个死胎, 珍妮绝望至极, 但是生活还是要继续, 只是不想, 她和丈夫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婚后的复生, 中日和狐朋狗友出去潇洒快活, 经常隔三差五地聚会, 喝酒, 再加上复生胃不好, 珍妮就特别讨厌她的那群狐朋狗友, 为了控制复生喝酒, 深爱她的珍妮, 掌控家里的财政大权, 还规定她不能喝可乐, 原因很简单, 可乐对身体不好, 喝酒影响身体健康, 复生都一一接受, 不过毕竟, 复生是大明星, 媒体也总会捕风捉影, 他们两个被媒体说成感情不合, 真一太专制等等, 1978年, 复生的一位男同事, 在拍一部武打戏时, 当部严重受伤, 终生失去了生育能力, 这让真一和丈夫感到深深的后怕, 这些年, 复生在拍武打戏时, 身上的小伤从来就没有断过, 真一担心丈夫, 出现什么意外, 便与丈夫商量, 将她的精子在医院冷冻起来, 这样, 他们想什么时候, 生宝宝都行, 真一的提议, 说到了复生的心坎里, 不久, 真一陪丈夫飞赴美国, 将复生的精子冷冻在美国的一家医院, 这是夫妻俩最私密的事, 他们没有让第三个人知道, 1983年2月20日, 是真一30岁生日, 复生为妻子在酒店庆生, 真一吹灭生日蛋糕上的红烛后, 对丈夫说, 我决定忙完手头的工作后, 年内就准备孕育宝宝, 复生觉得自己到了这个年纪, 也该做爸爸了, 对妻子的提议举双手赞成, 接下来的日子里, 真一在家里一律不化妆, 按时作息, 复生戒烟, 也不再出去喝酒, 夫妻俩为孕育宝宝做各种准备工作, 1983年7月, 真一去日本演出, 离家那天, 复生早早起来, 为真一煮了馄饨,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事, 真一感到意外, 同时内心有一丝温暖, 出门不远, 真一内心突然涌上依恋, 她转身跑回家, 在丈夫额头上吻了一下, 等我回来, 谁知这一分别竟成永绝, 复生离开人世后, 三十岁的她, 完全可以改嫁, 有钱人都想娶到她, 可她终生未在嫁人, 并且还在四年后, 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为了有个活下去的理由, 在丈夫去世四年后, 1987年, 真一用王夫的精子, 在美国诞下两人的结晶, 真家平, 真一圆了做妈妈的梦, 而复生也终于可以做爸爸了, 在之后的生活中, 她都一直保持单身至今, 生命中唯有女儿, 与她时时陪伴, 四十年的岁月里, 除了女儿, 就是对复生的记忆, 真一因为丈夫的去世, 痛不欲生, 还曾想要服用安眠药轻生, 她表示自己太爱复生, 不能接受她的离世, 她希望可以和复生生生世世, 做足妻世夫妻, 而持续低沉迷茫的真一, 也像是重新找到了方向, 她从中走出来, 并打起了精神, 由此, 她也成为继邓丽君之后, 第二位在香港红看体育馆, 举行演唱会的女歌手, 她发唱片, 开演唱会, 拍戏, 用忙碌的事业, 麻痹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之情, 此时, 珍妮还因为没能和丈夫 诞下爱情的结晶而遗憾, 她想要一个孩子, 想到曾经复生留存了精子, 于是珍妮前往, 用精子冷冻技术为王夫生下女儿真家庭, 女儿诞生的那一刻, 珍妮觉得自己又有了活下去的动力, 而让珍妮更为感激的是, 女儿长得和复生非常像, 所以她一直觉得复生, 没有离开过她, 只是用另外一种方式守护着自己, 女儿就是复生送给自己的最后一份礼物, 有了女儿后, 珍妮在起时起面对生活的勇气和激情, 她继续演唱, 出唱片, 在香港和台湾的唱片界占了主力位置, 1991年, 珍妮应邀参加中央电视台春节莲花晚会, 此时的她用母亲的慈爱将鲁冰花威威道来, 在内地深受喜爱并广为流畅, 2012年, 珍妮获得了香港乐坛最高荣誉奖金针奖, 珍妮陆续开了很多场演唱会, 她也紧跟娱乐潮流, 在演唱会为大家献唱当今流行歌曲, 心态保持得非常年轻, 从1983年丈夫去世到如今, 珍妮也从未再嫁人, 珍妮为了爱, 手身四十多年, 她的房间里依旧贴满了复生的照片, 逢人还是会开口, 我老公怎么样怎么样, 每次唱起再度孤独时, 还是会泣不成声, 珍妮一个人带着孩子过着平凡的生活, 为了照顾女儿, 她逐渐地淡出了娱乐圈, 此时她的角色虽然不再是妻子, 歌谈天后, 但是她愿意全身心放在女儿身上, 成为一个尽职尽责的母亲, 而女儿也继承了母亲的混血基因, 出落得非常漂亮, 珍妮赤巨姿在桃园买了一块地, 兴建了一个农场, 养了几只小狗, 用自己的真性给小狗取名, 西西、土土、娃娃, 也颇有情趣, 珍妮每天在农场里种水果和蔬菜, 浇水施肥, 过得快乐而充实, 她也积极参加慈善活动, 如今留守着甜蜜的回忆, 珍妮虽然看似孤单, 但是她的内心却异常地满足,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 一直未能远去, 哪怕只在记忆里, 也足够一生地回味, 这就足够了, 还有漂亮可爱的女儿相伴, 晚年的珍妮生活的幸福, 安乐,满足, 曾经的乐坛巨废天后, 一生挚爱一人, 她有着太多的荣誉, 却也承担了太深的伤痛, 一生只爱一人不义, 为王夫生育子女更是不义, 可是坚强的珍妮, 却把这些事情都做到了, 这就是真爱的力量, 值得我们的敬佩, 很多普通人丈夫去世后, 会为了孩子不再改嫁, 可是珍妮并没有孩子, 为何还是会选择守寡度日, 除了深厚的感情, 别的没办法解释了, 可是这就是真实的珍妮, 珍妮的所作所为, 不得不令人佩服。